燒賣和番茄醬 花生醬炒飯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在一起 Avocado加醬油還有wasabi 它的感覺會像是鮭魚一樣 我這個Scream配燒賣OK 有了這樣可憐的事情你做了 哎呦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非常的特別 就是呢 自從我上有那個瘋狂年夜飯 然後反映到索亞還有這一個 番茄醬和燒賣的這件事情 就inspired了我 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了很多的食物 他們是有這個矛盾的一個關係 像我這樣子在本身就很喜歡去McGonalds的時候 然後吃薯條的時候 一般人是點兜辣椒醬和番茄醬 番茄醬辣椒醬就可以有夠打架了你知道嗎 但是呢 我會拿來點什麼 那時候呢就有人講 今天呢我們就準備了一整個系列的這一些目錄 就叫矛盾食物大對決 然後我來開箱看看 今天呢我就邀請了我的青梅廚房的陳怡天 歡迎他他剛才服裝服了很久喔 這會又cue我出來有沒有 不是吃飯都會cue我出來 現在要吃了啦Boudain 喔 來馬上上第一道我們的燒賣番茄醬 你們看 OK 他是番茄醬 我本來就不只能講吃番茄醬 我連吃薯條都不太放番茄醬 我跟你講 我放一點點啊 我放一點點啊 OK來 燒賣 and番茄醬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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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 我也是不明白 他就是燒賣and番茄醬 對對 他不會變成是Best Friend 你知道嗎 因為剛不過他講醬醬的話 對喔 他有提升那個燒賣的感覺 那個就是燒賣就燒賣法 有兩種感覺這樣 他沒有知道很快 只是他沒有知道 很贏 對還是不 3 2 1 2 3 我喜歡吃茄醬 我不喜歡吃茄醬 因為我去快餐也是點茄醬 我是個小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咱們說明一下一道 薯條冰淇淋 你有吃過嗎 有啊 薯條加 大家一定會這樣吃的 因為有誰沒有吃過的 我沒有吃過 蛤 我聽過你這樣吃啦 我沒有吃過啊 那我們就要來試看啊 欸 你們覺得你們像熟悉的 像不像 像在那邊打起來 打起來 我覺得是 在那邊打起來 小小明不像哈弟弟 他叫哈弟 我們是 吃 油膩兄弟 哈哈 OK 來 攢一攢 哦 這樣 你們這樣有吃過嗎 沒有我聽過你這樣講 這個很好吃 我覺得啊 你活在什麼年才 不是你點蛋啊 我也是啊 怎樣 哈 不是 它的問題是在於 那個薯條 冷了 它應該這樣熱熱 然後你再點冷冷的冰淇淋 這樣吃 所以 欸剛才我聽到一個combo 就是說要再加蠻茄醬 欸剛才那個那個秀馬上的咧 我覺得可以拿這個薯條 這樣沾你啊 冰淇淋 然後再沾這個三鞋醬 大家有人這樣吃喔 嗯 嗯 你們吃過 我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那個冰淇淋是甜的 然後番茄醬它酸 然後它整個不是很搭耶 可能冰淇淋 可能冰淇淋 冰淇淋配燒賣OK 也要這樣整理的食材你做啊 燒賣 好吃 好吃 好吃就 好吃就配 tomato 來 真的 燒賣 加冰淇淋 就是 欸可以喔 欸認真的咧 人的好吃 你加飯也要好吃 這個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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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配這個 你配這個 喔 不要不要開來 喔 這個湯匙 等一下 你看 有 這不還不錯 還不錯啊 可是不懂不懂不懂這樣打啊 不懂不懂這樣打欸 因為我們剛才講 因為它應該要鮮甜鮮甜這樣子吧 那可是那個番茄醬它剛才那個酸性有點重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它就一個很純粹的甜 好好吃喔 今天 我要正式宣布 三賣家 你們有默契耶 我都可以去reducer那種嗎 train mark 然後train mark 好快 感覺好熱 而且它太太多 它太脆了 薯條冰淇淋 是 Amazing 最後一道 Avokado夾醬油 網路上上傳喔 Avokado夾醬油還有wasabi喔 它的感覺會像是鮭魚一樣 你吃過沙門sashimi嗎 所以它呢 謠傳當中呢 它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味道的 然後我本身試過了啦 然後我本人是覺得OK啦 那他沒有試過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真的咩 真的 我沒有什麼吃過Avokado 你喜歡Avokado嗎 我沒有吃過 Avokado拿一副臉 不是 Avokado呢 其實它本身是具備非常高的營養價值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會想要吃Avokado 讓身體健康 可是又討厭Avokado本身那個 臭情的味道 所以呢 就有人發明了這一種吃法 就講說會有一種 沙門的感覺 很日式的吃法 首先 Avokado 欸你筷子OK嗎 我覺得連一點都會 先死你 我跟你講 哈囉 我幫你講 這是沙門的味道 是不是 沙門就是你了 哇這個好吃耶 你可以每天吃吃 我可以每天吃 Avokado它其實它連甜味也沒有 然後連鹹味也沒有 它其實就會很像魚生的味道 然後它只變成魚腥味 所以可能你又怕魚腥味又想要吃 就是連肉本菜的感覺是可以吃 哇 可以加多一口 你知道我要推薦給誰嗎 邱文 可以試看這個 嗯 吃素的朋友想吃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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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好吃喔 天哪 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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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試 好像很 YES醬耶 至少是新米粉 嗯 是不是這樣 有這樣喔 它的那個質感和吃沙門滑的 是一樣 沒有這個buckery的感覺 開過了這個 Avokado原本的那種 油油的味道 那個太美了 嗯 所以這個YES OR NO 然後 下一個 這個我有點要祈禱了啦 哇這個我在網上看過耶 可是我沒有吃過啦 Magic curry加milo I don't understand why 這個粉絲現在 丟進去了 現在 等到啊 現在丟進去了 耶 欸我還喜歡Magic curry的耶 可以倒我倒我一點嗎 它倒完了 快甜死了 倒了水 欸你看看牙牙是一隻美 它有線 它是王美 美女 你啊 你們知道嗎 唉唷 泡麵的手可以看到的 唉唷 你們可以不要兩個故事件嗎 他就抓 他就是要把你的表演 現在就剪 他好嗎 你們是知道嗎 他就可以被我打壓著 哇好厲害 嗚 你們 上次SPM那個影片 要把我的部分有沒有剪完了耶 我剪了很多東西耶 看起來的不是剪 你得罪Editor 你得罪Editor 我剪了一下就把你的頭放大了 然後那個變更大 那就加一個變更大 我看著我的頭看起來這樣大 原來是放大了 原來是放大了 那是還沒有放的 被你了 我頭沒有這樣大了 你看 你不要 誰幫我 幫你 來喔 可以 可以 啊 看起來就 不要看了 有夠可力喔 來 你來 马上来一下 来来来 你来 不要诶 它这样闻起来就像是你把一杯Milo 一杯马啊 那个每个人放你前面 然后你就闻到那两个味道是这样子 它没有来 怎样 它没有来怎样 那你来 夹到手 你怎么要出口啊 啊 我最上一次的那个Memories 那个Tea Lime Opa 那个好可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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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Bad Bad 它没有 它不恶心 可是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啊 所以咯 Meggy Garry本身 Garry本身它是咸的嘛 所以如果你加一点Milo 它首先会有那个甜度 而且呢 如果你是有煮过日本咖喱的话 日式咖喱还有时候 里面会加点巧克力 那个概念给它 就加Milo下去的概念 它现在太甜了 它现在那个鲜甜的比例奥 我觉得半个的话 你就会有那个巧克力的一点点的香味 就会像Japanese curry啦 我其实没有放完 那可以再少很多很多很多 Milo and curry Is it ok 给你 Thank you 下一个 Milo加鸡蛋 这什么意思 不是 这是鸡蛋点来的 是你的那个泡好了 然后给我打一扇鸡蛋 像 What 嚼着有什么打 来来快点打 快点打 不冷了 不冷了 还没不冷了 不冷了 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噁心的 但现在在镜头上也看不出来 有有看到的 它是有一种黏稠感 你看它拿不上来的 ok 本来是鸡蛋 来 给它说了 哈哈哈哈 鸡蛋 大石头 哇 那个蛋的味道很重喔 你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上手蛋的味道啊 它现在有那个上手蛋的味道 喝了 你要喝看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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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它没有鸡蛋味耶 可是它有那个 蛋白的那个口感 滑滑的这样子 它其实是有 蛋香 蛋黄的香味有进去 它就配上了麦肉 它就觉得比较确实 因为一般上 如果你只是单泡麦肉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浓嘛 然后现在的话 它口感就非常的浓郁 这完全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如果讲说你早上需要快速出门 然后不想要就是 呃 吃多另外一颗蛋喔 直接一次够煮熟那个蛋 然后又有很多的protein 的话可以这样啊 你是想懒人早餐 是懒人早餐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拉肚子啦目前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啦 因为生手蛋也是这样吃 你也是吃生手蛋配麦肉的啊 ok好 So 败肉加脂蛋 yes or no 3 2 1 ok我 我觉得它说ok 来到不会来 amazing 所以现在目前是冠军 还是apple card都加酱油 对吧 沙麦加冰淇淋也是ok 沙麦加冰淇淋也是ok 对 沙麦加冰淇淋 我都忘了那个commodel 下一组 老干嘛加冰棒 你要不要先吃看老干嘛是不是 不知道 我吃到辣椒干 酸酸辣辣酸 鲜酸 鲜辣酸 满地来 我有点不太理解 没有冰棒是冰棒 老干嘛是老干嘛 哈麦没有变得好朋友 没有变得好朋友 也没有违和感 也没有噁心 因为它是冰淇淋 老干嘛加冰棒 下一组 花鲜酱炒饭 真的每天吃谁cream 抓紧 这个花鲜酱这么大骨 我才觉得是真的 这是我觉得小鲜酱 我最喜欢吃的味道 甜甜香香 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它不难吃 我根本觉得好吃 好吃 它属于好吃的那一切 喜欢吃甜点的人 一定会喜欢吃的味道 可是我喜欢吃甜的 所以来kina butter加炒饭 请问yes or no yes no yes for me 好酥这个 真的好酥 你可以等下自己吃完它 好肥这个 我要减肥回家 最后一道菜 可乐加盐 这个是什么时候啊 会给你啊 热气 可乐痛的时候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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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整那个咧 那个灵脑 那个煮的那个 感冒 是 在我小时候就玩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可乐加盐的话 对可乐痛很主要坏 不过来我努力的在读研究中 我会看出一点 这个盐丟得太多 是 用机灼亮 是 先丢 这个很旧的 很旧 你可以丢多一点 这样可以看到化学出来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它就会加 不行 它就有一种酱油的感觉 确实 我很喜欢可乐的原味 它的原味就是来一个清爽的甜嘛 然后它这样有盐之后呢 首先它会把它的gas 快速的放掉 所以其实它就没有这样的gas 可乐加盐 yes or no 没有 没有 其实夹片柠檬会更好 我看过有人拿来包 是吗 那我们来香港都是拿来煮啊 煮 这样煮啊 油漆好了 芡片 然后 放壳了 啊 放壳了 为什么咧 我真的太懂 去寒 去寒 如果拿可乐来包 我这样的话你会喝吗 我还 真的不得 我为什么要是这样 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边了 所以目前为止 以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今天的冠军是 Avocado加酱油 大力回键 大力回键加鲁鱼 这个这个manual 真的是我觉得 哇 我下一个 那个烧麦加冰淇淋 也是要试试 我意思是它是特别 但是 to be honest 没有到Avocado加酱油 它比那个番茄酱好耶 是 那你要被 你要被动麻的喷就这样了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面 帮我们下期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现在才精神 感觉不精神